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鱼娘,这里是每周更新的改化环节 今天依然是从大家的投稿中抽选两幅作品,进行大改造 首先是第一幅作品,看起来应该是一位恶魔戏的角色呢 虽然没有翅膀,但尖尖的双脚和猩猩的尾巴存在感十足 并且小伙伴还上了色,配合上动作姿势,感觉是比较尝试的性格呢 不过虽然人设很不错,但绘画方面的问题就比较多了 不仅整体的比例不协调,腿短,手臂长,头部有些扁,而且胯部看起来非常奇怪 所以接下来,该让这位小恶魔大变身了 我们先依照圆图画出人体框架,然后收窄头部,调整一下眼睛的位置和比率 渐渐的双耳表明非人类的身份,嘴巴上的恶魔虎牙也要保留 之后画出可爱的双马尾发型,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量 头顶渐渐的双脚也不能忘记,接着我们再绘画身体 先画出脖颈上的肩环,再调整一下肩膀和胸形 然后是圆图错误非常明显的胯部 现实中的胯部不会那么方正了 大腿之间没有多少空隙 之后再画出四肢和尾巴 注意双腿的长度要画得比上半身更长 还有,虽然圆图的手势看不清,但从整体姿势可以判断 应该是让别人过来的动作,所以手背要朝向前方 至于服装设计部分,虽然绘画错误比较多 但是整体设计很符合恶魔的设定 我们只需要优化一下,就能变得很好看 最后,我们再根据圆图为作品画上颜色 一只可爱的小恶魔就修改好了 大家觉得有没有恶魔的感觉呢? 紧接着是第二幅作品 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角色呢 不过相较于上一幅强势的小恶魔 这位角色应该是普通的人类 而且可以看出小伙伴在绘画上非常用心 不仅画了人体比例线,还画了结构线 可惜大概是因为不会衔接 双手并没有绘画上去,而是单独画了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人物没有站稳,手臂略短 五官位置偏下的问题 不过没关系,接下来就让云妹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画出每次都不能省略的人体框架 然后关于头部,从圆图可以看出 应该是一个侧低头的姿势 所以五官的头是要相对的调整 双眼不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接着是发型的绘画 圆图看起来应该也是双马尾 但是末端发丝的表现比较混乱 这里可以调整一下发丝的走向 表现出更灵动的感觉 只好是身体部分 手臂的长度略微加长 并补上少掉的双手 腿部的姿势略微调整 使其双脚更加平稳的踩在地上 最后是服装的设计 圆图里应该是衬衫加白褶裙 搭配兔尔袜和凉鞋 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可爱 所以这里也不需要过多的调整 优化下线条并添加一者即可 这样整幅画就修改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能像这位小伙伴一样 认真对待画画 那么本期的改画环节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踊跃投稿 喜欢视频的话 也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